今天演示一下用GT327做这个宝马X72019年的车 我们用手机诊断软件来诊断 这个是找到的一个电源 连接好这个设备 因为这个OBD头我们在工作上面做的是反的 所以需要接一个GT100转换 方便演示 这个是GT3起 这个是三米纯铜的网线 在做多IP的时候用来连电脑 或者是连手机转换线的 我们用OBD扫描的话是不需要用到网线的 连接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电压调低 调到11V以下 它就会报警 11V以下它就会报警 报警提示的话就不要去做诊断 不要去启动车 也不需要去编程 我们演示一下用手机如何操作 手机首先打开这个设置 打开蓝牙的话 这个OBD2和这个OBDBR1都是这个设备的蓝牙 我们安卓系统 因为我这个手机是安卓的 所以就选择OBD21234 显示这个就表示已经匹配上了 那我们就证诊断软件 我们今天用这个Carscanner来做 设置 设置里面呢 可以选择自己的车 多少年份的 可以选择匹配的设备 可以选择匹配的设备 我们是用蓝牙 名称是OBD 这个是OBD2 车型 车型 我们这个是宝马 这里面有很多的车型 我们整天做的是宝马 宝马里面可以选择自己对应车型 我们就选择这个宝马OBD 语言 可以选择很多种语言 还有一些其他的设置 仪表的模式 车辆的信息 这还可以购买 我们软件的版本用的是最新的 我们软件的版本用的是最新的 点击连接 设置好就点击连接 这个是连接上的 我们整断一下 整断一下 可以选择控制单元 OBD 发动机啊 发动机控制单元 SRS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这两个 然后我们这个是发动机的ECO 这个是多大的故障吗 可以选择数据流 这是数据流 这是数据流 12V 我们选择 波特率是500K 这是宝马的ECU 显示宝马的VR码 这个是动感连接